你觉得美股来说,11月底之前是否能够继续做好呢? 因为现在本身的石头已经行得不得了 如果说一个超短线,就是11月底的话 很难突然间股会见顶的 你说11月底那段时间,现在说电动车炒到 昨天Tesla虽然会回来的 但其实比较竞争对手LCID 昨天又是炒到飞起 接着去到月底那段时间,有一个新的IPO 大型亚马逊投资的电动车企业有上市 我们在说美股,其实指数 当然有些人会买三倍杠杆产品 或者两倍杠杆产品 整个2021年炒得很开心 但如果你在过股上炒了,要赚钱就不难 跑赢的指数其实也不容易 主要是围绕那几个主题为主 所以你未来要判断衡量指数 或者股市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个深一点的调整 或者会不会是建顶,你要去估计 真的要去估计,我们其实不建议 但你真的要去估计,你就要看一些当炒主 例如近期的元宇宙概念 那些电动车 当这些概念上都开始炒不起 那这个就是一个警号 但是你说什么时候出现,真的不止 你现在在说美股上 因为我们看到炒的,先提到元宇宙概念 电动车,不是说不行的 就是你长远来说,有机会是在发展这些东西 但是是一些比较叫虚一点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长远的增长 永远牛三泡沫 都是围绕着这些主题 所以你说是否代表泡沫 我不那么肯定 但是你说美股会不会升到一个牛三阶段 就几乎确认是 那你在牛三市上面怎么去估计 老实说,股市你玩了五十多年的老前辈 他们都估不到 就是他们这么多年估不到 会不会突然间这次估计到 我觉得这个就不 reasonable 所以你说暂时来说 你没估计我们看到实质很强 但有没有机会出现的条件 是有 但我相信就不是因为之前提及到 那些什么联储局未来收税 加息的因素 当然说这个大牛市 某程度上真的在说 依赖联储局的货币政策 市场是多钱 但那些钱都印出来 现在市场的流动性一定多 未来的收税 譬如下个月开始进行那些停QE等等 他们是减少买债 他们不是一下子将市场的水抽出来 所以如果你说经济状况 不是真的很差很差的话 资金很难突然间断裂 市场仍然是水多 水多当然应该有个不好的状况 会不会突然间一窩蜂转 沽了市场 从而掉下去有这样的状况 但起码要有些迹象出来 如果说超短线到11月底 12月份这些时间 我认为不会害怕的 第一方面就是说水都还没收完 第二方面就是说 至少通关冲景仍然在 真的不行了 下年才算 所以你说短线的走势 的确是乐观 但只升到什么位置见顶 很多大香港的水平已经是 但问题就是 他们向来都不是估得特别准的 没理由突然间这一刻你会相信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买了美股的人不需要这么担心 但是这几个月我都这样说 你没有买美股 现在先去充的话 自己小心一点 真的帮不了你 是 会不会出现一个状况 我们最不希望见到 就是港股我们吃了整年跌浪 是 转到美股了 别人上升了很多 开始调整了 你又吃了整个跌浪 真的不能够救你 是 所以你说如果你要换去美股上 心态上 首先你要明白 究竟现在市场发生什么事 起码死都没死得到是愿望 是